- 陪審團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這個制度特別是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國家裡面非常重要 美式民主裡面則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制度 叫做陪審團否決權 Jury Nullification 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在陪審團可以在法院裡面 檢察官都確定 而且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定罪犯人的情況下 陪審團可以集體使用這個權利 讓犯人可以無罪釋放或是減輕刑期 就是你如果當陪審團了 你聽了所有的證據 還有雙方律師的辯論 然後你可以投票說 無罪 之後你就可以走出法院說 我知道那個人有犯罪啊 我知道他犯法啊 我知道他有殺人啊 但是跟我屁事啊 可以有任何的原因 或許你不喜歡美國的司法 或許你不喜歡那個法官 或許因為那個檢察官是禍頭冒犯到了你了 總之 這是陪審團的一個權利之一 只要你可以說服其他陪審團 跟你投一樣的票 那那個罪犯就可以被宣告無罪 或是減輕刑期 然後法官檢察官什麼都不能做 罪犯會被無罪釋放 這個制度在美國使用的時候 通常都是種族歧視極度嚴重的時候 19世紀的美國有些人被指控藏匿黑奴 幫助黑奴逃脫 違反了美國的逃奴追棄法 Fugitive Slave Act 那這些正義的人使用陪審團否決權 拒絕定罪那些幫助黑奴的善心人士 1960年代的時候情形是完全相反的 有些全部都是白人的陪審團 會拒絕定罪那些對黑人使用暴力的白人至上的犯罪 所以很明顯我們有好的使用陪審團否決權的案例 也有非常糟糕的使用陪審團否決權的案例 那這個都是事實 這是美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並不算是一個漏洞 至少可以算是在美國建國的時候 建國國父留下來的一個智慧之一 那這個樣子的智慧 放在我們這個索多馬惡摩拉的時代會怎樣呢 很明顯就是個滯障的政策了 就連右派的人也不願意過來討論 就是陪審團否決權 現在正在被大規模的使用 而且不是一個守護生命的人 正義的人在使用 而是到了1960年代那個時候 人權法案的時候的變態方式 就是陪審團不願意定罪 很明顯 而且已經被檢察官證實有犯罪的人 但是現在跟以前不一樣就是 現在犯罪的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 這樣子在種族層面的司法不公 在美國到處開花 基本上沒有辦法不承認 現在的美國可以說是完全接納了南非的司法制度 種族才是最重要的 種族代表一切 事實是什麼 種族對就好了 今天我舉幾個例子 一名17歲的白人高中男生被謀殺 OK 謀殺喔 OK 這個人死囉 17歲而已 在Acorn Ohio這個地方 他的名字叫做Ethan Lemming 去年夏天 Ethan Lemming跟他一群朋友 蠢到搞一個什麼抖音的挑戰 就是拿一個水槍隨便亂打路人 這裡是當地警察說當時發生的事情 的了嗎 所以我很想入了 這個 undenge初 roaring 成全體效果是 小夏天 大小的往上 是起得到一塊頭 然後 impacts 是什麼所謀殺的 一の手 Wesley 它被潛 entrepreneurs 偶什麼 也許坐 When it impacts the target, it like a water balloon, it explodes, and then the person is doused with water. Yeah,簡單說就是一個BB槍,但是子彈是泡水的,英文叫做Gel Blaster,中文翻譯好像叫做水彈槍,好像是就是因為環保人士主義說魚會不小心吞掉BB彈,所以發明了一個東西。 那把剛剛那個槍擺出來其實還蠻重要的,因為很明顯就是一把玩具槍,橘色白色藍色,當然也有Gel Blaster做的是很像真槍的,其實就只是把普通的BB槍,然後改用泡水的子彈而已。 然後這位Ethan Lemming跟他的朋友坐上車帶著玩具槍,開到之前報導過LeBron James開的學校I Promise School的附近,那邊有一群黑人的男生,19-21歲在那邊打籃球, 然後呢,這個Ethan Lemming就腦殘的朝著那些在打籃球的黑人,開始用那個玩具槍開槍。 那些在打球的黑人一開始有跑掉,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真正在被攻擊。 然後他們發現,因為有人被打到了,原來是玩具槍啊,原來是BB彈啊,他們就轉回來了,衝到了這位腦子不清楚的Ethan所在的車上。 然後根據這個報導,Ethan還朝著那幾個衝上來的黑人,用玩具槍打了幾下。 我講這麼多,形容案發現場的目的就是,這不是一個一瞬間發生的事情。 不是這三個黑人以為是一把真槍,所以用一個自我防衛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不小心把這位No-Ne-No-Koru的Ethan打死了。 而是,這些人追著這位No-Ne-No-Koru的Ethan,因為Ethan在那個地方惡作劇。 然後,接下來呢,Ethan就死掉了,被打死了。 警察來的時候發現Ethan倒在地上,血從他的嘴巴、耳朵、鼻子裡面流出來。 他不是被普通的打一頓而已,他被踩。 鼻子斷掉了,鎖骨也斷掉了,全身上下都有被重物攻擊的痕跡。 報導上面說,他的胸口上面有鞋印。各位可以想一下,要把鞋印印在一個人的身上,力量要有多大。 然後各位可以想想看,這三個人是多麼的往死裡打。 根據這三名殺人犯的律師的說法,這三個人是受到了生命的威脅。 因為一把再明顯不過的玩具槍,在反擊當中才不小心打死他的。 他們不是因為一個被水槍噴的惡作劇而生氣,而是因為他們的生命正在被威脅當中的恐懼。 所以說才出手過當,出手過重的。 那這個是不是有可能的呢?對不對? 一開始檢察官不這麼認為,這就是為什麼他會用謀殺罪來起訴這三個嫌犯。 因為這三個人是追著這個Ethan倒,而且把Ethan倒在地上。 而且當人已經倒在地上了之後呢,還在地上圍毆,用腳踹。 用任何邏輯來看,都會認為說這可能算是一個合理的自我防衛。 而且把這位Ethan打死之後,這三個人偷走了他的車。 所以就算我們相信這三個人,三個殺人犯是為了要打死一個神經病,拿著真槍,試圖要打死他們的Ethan。 那麼當這位腦子有問題的Ethan倒在地上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也應該認為說這個Ethan已經不算是一個威脅了。 而且他們三個人是確定Ethan的攻擊的武器不是真槍。 因為有一個嫌犯在筆錄當中說得很清楚,他的臉有被打到,那當然是很不舒服。 但是這個證實就可以說明他們三個人是知道那是一把玩具槍,也知道他們的生命並不是處於一個危險當中。 然後呢,他們就把Ethan活活的踩死了,還把他的車偷走。 純粹是因為他們很生氣,然後因為他們被惡作劇了。 那當然因為惡作劇所以生氣就可以把人活活的踩死,並不是一個合理的自我防衛的理由。 至少在一個有文化的社會裡面是不太可能成立的理由。 所以這很明顯的是一個謀殺罪。 二級謀殺罪或許吧,但是至少是三級謀殺罪。 但是謀殺罪這個指控一下子就被撤銷了,我們來看一下。 警察罪 originally charged Deshaun Stafford, his brother Tyler, and their cousin Donovan Jones with murder, but in July, a grand jury indicted them on lesser charges. Liming blames the Summit County Prosecutor's Office for that decision. He doesn't believe all of the facts were presented. Akron police said back in June, race was not a factor in the killing. There is nothing that we have in our possession right now. Any information at all indicating that race played a role in this homicide. Nothing.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一點,就是如果檢察官想要大陪審團用謀殺罪起訴的話, 就是檢察官的權利,特別是在川普的案子之後, 檢察官想要起訴所有跟川普說過話的人, 他們可以是買通的這個大陪審團。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司法系統裡面這個大陪審團的用意是什麼。 就算檢察官想要起訴一顆西瓜,他們就可以起訴一個西瓜。 類似像每次槍擊案,大家不怪人,不怪犯人,而是怪槍支一樣。 大陪審團起訴的程序沒有辯護律師, 所以說檢察官想要在上面說什麼就說什麼。 也就是說這個案件,檢察官是刻意不用謀殺罪起訴的。 檢察官是刻意的降低了這條罪的罪名, 以involuntary manslaughter,過失殺人罪起訴。 那這位伊田的爸爸接受了媒體的採訪, 然後說明至少其中一個檢察官說得很清楚, 你兒子活該,他就是應該被打死。 為什麼呢?因為就是hood justice。 那我在講hood justice是什麼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訪問。 Hood justice,hood通常就是在講說黑人的社區, 或者是帮派的社区 也就是说这个检察官 身为美国的检察官 但是他依照的就是 帮派的社区的正义 OK Hood Justice 当然这是Ethan他爸自己说的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可以确定就是 过失杀人罪 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 非常不合格的罪名 过失杀人罪 通常都是指说 你开车超速 结果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路人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人的身上 把躺在地上的人 打到七孔流血 只因为你被一个玩具枪打到 你可能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自愿的屠杀行为 通常叫做谋杀 然后这个检察官 应该要把这个样子的罪名 承报上去 把所有的证据摆上来 让陪审团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起诉 或者是定罪 这个样子的谋杀罪 但是检察官没有这么做 他们自愿的 自动自发的 把谋杀罪删除了 这表示他们在对陪审团发出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 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 非常正常的事 这只是一个意外而已 没有人想要打死人 没有人希望人受伤 不只是这个样子 检察官还给了陪审团另一个选项 就是可以 不要以杀人罪定罪 过失杀人都不要了 只要伤害罪就好了 就是你可以定罪一个人伤害罪 然后如果说那个受害者不幸被打死了 受伤的话 不幸死掉的话 却不可以定罪他杀人罪 听起来完全不合理 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发生的 上个星期 谋杀Ethan的罪犯 最终以伤害罪定罪 过失杀人罪 宣判无罪 好像只是一个 就是在酒吧里面打架的事件而已 他们三个人把一个人活活的踩死 踩死之后把那个人的车偷走 最终判的是一起伤害罪 表示他们只要最多关大概两年 非常有可能在两年内就提早释放 这个就是检察官鼓励 教唆出来的Jury Nullification 陪审团的否决权 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案例 几个星期前 另一个审判是关于一位 黑人民兵组织的成员 叫做Arthur Wallace 以杀人罪定罪 而不是谋杀罪定罪 那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持枪打死了一名警察 而且过程全部都被摄影机拍下来了 被打死的警察 名字叫做Jason Rainer 而且是直接抱头 打到头 这是一个没有被挑衅的谋杀 这位Jason Rainer的警察 接到了911的紧急电话 要去一个公寓调查一起 可疑行为 然后这位 Wallace 就直接把他抱头打死了 这很明显是一个谋杀案 一起谋杀案 因为全部都被Jason Rainer 随身携带这个录影机 全部录下来了 这位Arthur Wallace 不只是一个黑人至上的 种族主义人士 他把这名警察处决了之后 他还上他的Instagram IG发文说 Putting pigs in their place 可以把这些猪放到属于他们的地方 之后他逃到了这个 他位于这个乔治亚州的民兵组织 这个组织叫做 NFAC 叫做 Not F'ing Around Coalition 帮助他逃逸 而且他把他的脏便剪掉了 为了要隐藏他的身份 这些全部都是在审判过程当中的证词跟证据 And then you say The power on speaking to them Yeah but he also said something about me getting banned Is Instagram a bunch of crackers? I'm not sure if it is but You refer to that a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s crackers? No sir No sir Okay Well you refer to law enforcement as pigs Don't you? No sir In fact after you killed Officer Rainer Or shot him You went on Instagram And you posted That I'm not going to let these pigs do anything to me Correct? Say it about today I said I said Yes I did refer to as pigs But when I say the word pigs I'm not specifically Always talking about police officers What is she talking about?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don't see me as human Okay So when you shot Officer Rainer You refer to him as a pig And all the other people as pigs The officers correct? No not just Not just When I say it again I'm referring to people who don't see me as human Sure Ah对啊 Ah我只是打死了一个警察嘛 对不对 然后我说他是猪 我并不是在说每一个警察都是猪啊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吗 有一个人杀死了一个黑人的警察 然后在IG上面说 Ninja这个词 然后呢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都是Ninja 这跟种族没有关系 好吗 我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就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经过了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一段没有任何立足点的辩护之后 Although Wallace 以杀人罪定罪 而不是以谋杀罪定罪 就是杀警察都可以 Okay 谋杀罪是可以判死刑的可以判终身鉴禁的 但是杀人罪只要关个几年就好了 然后呢当地的警察出来说话 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感觉司法这么不公平这么恶心的审判过 因为这并不只是一个陪审团的否决权 而是以一个种族制定的特权制度 而且是检察官鼓吹出来的判决结果 不只是这个样子 很多时候他们连让陪审团讨论的机会 定罪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的检察官会给这些无耻的杀人犯 非常好的认罪协商的机会 让整个审判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正当程序 各位有没有听过 或者是还记得我们之前报过的新闻 一个来自North Dakota 41岁的男子叫做Shannon Brent 他承认他杀了一名叫做Kaler Allison 一个18岁的高中生 这个新闻我们当时就有报道 那为什么这个Shannon Brent会杀死他呢 因为Brent的杀人犯当时喝醉了 然后当时Allison跟他在派对上面起了一个争执 之后Allison走路回家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他妈叫他妈来接他 但是Brent当下就认为说 Allison一定是在打给这些Mega的川普支持者 所以在这样情急的情况下 他就开着卡车 当场撞死了这名18岁的年轻人 事后逃离现场 这个案子很明显的是一个谋杀 而且是一个预谋的谋杀 可以算是一级杀人罪了 但是这个谋杀犯却没有依照谋杀罪而起诉 而是以杀人罪而定罪 检察官直接给了他认罪邪伤的机会 然后呢 他只要接受五年的有期徒刑 就可以提早假释了 这样子对父母公平吗 养一个儿子养到18岁 被一个神经病开车撞死了 然后那个人只要进监狱五年 两年后就可以假释 现在的司法有各式各样 这样子恶心的判决 根本讲不完 有一个案子是一名叫做 James McGee 用一个铝棒 把一个从阿富汗逃出来 曾经帮助美军当翻译官的英雄 OK 62岁的阿瑞姆哈玛的 活活的打死 把他的脑子都捋棒打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北加的 就近代的检察官 让James McGee 认罪协商 说是过失杀人罪 理由是因为 equity 平等 一个黑人谋杀了一个穆斯林 平等吗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吗 不然你还要怎样 对不对 人都死了 还有另外一个伯克莱的学生 名字叫做 Seth Smith 他的后脑勺 被近距离的 用枪打死 凶手是一个犯罪记录 一堆的累犯 叫做Tony Walker 然后当时重案组的谋杀部门 的检察官 去跟这个Tony Walker 这个谋杀犯讲话的时候呢 Walker他说他感到 非常的frustrated 非常的困扰 因为他们竟然只在乎 这个无辜的学生 这个案件是没有任何的争执的 这位这个被害人 Seth Smith 走在大街上 结果这位Tony Walker 就直接走到他的后面 拿着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脑勺 然后开枪 导致这位 Seth 这个大学生 当场死亡 调查人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很困扰 他说 一个白人小孩被杀了 世界就停止了吗 然后再加上 F that white mother effort 这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回应 然后检察官面对这个 没有任何羞耻心 没有任何悔改的人的反应是什么 是让他认罪协商 接受了杀人罪的判决 就算这个人 是非法持枪的 而且他当时杀人的时候 他还是在缓刑的状态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有枪才对 这把枪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连他的缓刑官也说 这个人是属于非常危险的人物 应该要跟社区大众来隔离 来保护社区才行 这名嫌犯是有暴力倾向的累犯 缓刑或是在家服刑都不可以 喝止他对于社会的威胁 结果呢 这位Walker没有被现在最流行的这个仇恨犯罪 黑crime起诉 或是丢到监狱里面丢一辈子 终身监禁 检察官就用杀人罪认罪协商了 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的司法不公 不只是川普在面临的东西 司法不公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现状 都是非常糟糕的 只要种族对了就没事 如果你是白人你就完蛋 如果你是亚洲人你就完蛋 这样子的案例 我们要讲的话真的是讲不完 但是最近有一个最新的 我想要塞在这一集里面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Calvin Osury 他抢劫了一间珠宝店 拿着枪用着枪托 打这个珠宝店店的老板 一切全部都被监视录影机拍了下来 不可能说就是没有证据啊 但是各位可以猜猜看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陪审团没有办法下定决定 这个Osury走进了一间珠宝店 抓着珠宝店的老板 很老一个老人老老板 用手枪的枪托打这个 这名老人 还踩踏这个老板的头 之后还用狼头打这个老板 之后大摇大摆的带着上万块 抢来的珠宝走出去 然后起诉的罪名是 Assault and Robbery 攻击罪跟强盗罪 因为你很明显的可以在录影机上面 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 他就是在攻击 还有在强盗一个老人 然后这群陪审团 不知道要怎么下定论 一切僵持在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困惑当中 他们可以看着这个监视器 然后这个监视器录下的这个录影带 影片 然后一群人在那边讲说 我不知道 我看不太出来发生了什么事 说真的 这个影片只能说明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可能 我们不能只用这个角度来看 说真的 我真的看不出来 OK 这位Usher是不是有真的在打人 或者是真的有在抢这间店 OK 抱歉 OK 我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我没办法给出一个判决 当然 我每一个人都知道 为什么这个盼子没办法下判决 就是因为里面 陪审团里面有一个无知的 无耻的大左派 认为说黑人应该要有特权 他们不想要定罪任何的黑人 不管有多少的证据 不管有多少的事实证明 他就是不想要定罪黑人 OK 这个就是事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事情 在全美国的法院里面 每天都在发生 左派他们掌控的司法权 他们可以随便乱起诉保守派的人 可以随便乱起诉基督徒 保守派的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 他是神经病的左派 他们可以随便定罪政治人物 OK 或者是反对堕胎 支持生命的民运人士 然后如果川普支持者在他的Facebook上面 随便发了一个开拜登玩笑的 拜登会派FBI早上六点到你家 把你击毙 简单说就是只要你是保守派 你犯了任何一点点小的罪 甚至不是罪 只是在Facebook上偷文而已 你就必须要承担所有的言行准罚 但是同时如果你是民主党支持者 如果你支持全球主义 如果你支持性别错乱 跟黑命贵的话 你可以犯任何可怕而且邪恶的罪 包括谋杀罪 包括杀人都可以的 然后检察官不会对你怎么样 会给你很轻的罪行 认罪协商 陪审团会使用陪审团不决议的 这个否决权 让你无罪释放 这一切都是故意的 都是刻意的 透过这个样子的司法程序 他们在美国的宪法下面 创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司法系统 他们创造了一个贵族制度 一个使用你的种族 你的性向 你的性别 最主要是使用你的政治倾向 还有信仰 来制定你应该要面临什么样的审判 而受害者的生命 也是用种族 性向 性别 以及政治倾向 以及信仰 来分别的 所以一开始提到这位 Ethan Lemming 很可怜 他是个白人 然后男性 然后乱跟黑人开玩笑 所以他的死亡 在美国这种种族歧视的国家 是应该的 他永远得不到正义 因为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相信公益 相信正义的国家了 那我在这里 当然不是在帮Ethan Lemming找理由 他拿BB枪射人 他就是该被逮捕 他就是应该付上代价 就跟之前很流行的 那个什么 呃 抢劫恶搞发生的枪击案一样 一个田纳西的YouTuber 呃 恶搞他在杂货店公布的朋友 拿着玩具枪行抢 只为了要拍一个在 呃 YouTube上面的搞笑影片 结果同时有一个在那边买东西 一个合法持枪的人 当场打死他 抢匪做个玩笑 不可以乱开 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尊重 人常常为了在网路上面爆红 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什么假装跟朋友的老婆上床啊 假装黑道老大在酒店威胁谁谁谁 这些东西 开这种玩笑 就是有可能发生悲剧 我在这边只是在说 打死Ethan Leming的这些人 应该要付上代价 应该用公平公正的法律程序来对待 不然这个样子 法律就失去了公信力 就会让更多的人认为说 犯法是可行的 那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为什么世界上面说只可以敬拜唯一的真神 耶和华 因为如果我们有其他的神的话 我们就会有不公平的法律 其他的神会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做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是个黑人 或者是因为你杀的是白人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种族 国籍 或者是宗教 都有可能变成神 例如像天主教的东征十字军 只是因为教宗说 我们要拿下耶路撒冷 那个是圣城 然后就有一堆人为了宗教的理由 无缘无故的去发动战争 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 也不是正义 耶稣反而说的是使人和睦的 有福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美国而已 我记得台湾之前有一个 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 里面是在讲历史上很有名的 物色事件的电影 里面大量的强调 台湾的原住民怎样被侮辱 怎样被日本政府压迫 然后还有不公平的对待 之后主角莫娜鲁道 带领他的族人发动了物色事件 攻破了当地的小学 但最后呢 日本用毒气弹 机关枪 轰炸的下面 全村的人选择自杀 有骨气 不妥协的自杀 然后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社会课本上面 后面那边还有印莫娜鲁道的照片 说他是抗日英雄 而且他现在还被拍成电影 我记得当时全台湾都在风靡 觉得说这太棒了 台湾真的是好棒棒 拍的抗日电影 比中国大陆的抗日神剧好看太多了 然后全部的华人都在夸赞抗日电影 但是物色事件里面 这些原住民攻打的是一所小学 杀死的44个人当中 有36个是儿童 这些人是冲进小学里 无差别的屠杀小孩 然后现在台湾还有 莫娜鲁道之木 物色事件纪念雕像 物色事件纪念公园 这个事件在任何的时代 杀小孩这样子的东西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被称为是 恐怖攻击的事件 但是却被华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英雄事迹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 其实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因为穆斯林先怎样怎样 因为天主教先怎样 因为民主党先怎样 因为共和党先怎样 因为白人先怎样 因为黑人先怎样 如果我们一直都用 因为别人先怎样 我们就可以拥有使用暴力 滥用司法的特权的话 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真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我们最不可以崇拜的偶像 就是我们自己的受害者心态 因为所有在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 如果追根究底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受害者心态而造成的 第三点 在这样不公平的时代 司法被滥用 没有正当程序 没有法治的美国 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 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的文章跟影片说 我们应该要努力赢得这场文化战争 然后有些文章是说 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文化战争 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要参与在这个里面 这两个观点都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我认为的是 我们不应该放弃文化战争 我们不应该停止参与在政治里面 我们要出去投票 我们要试图推翻这不正当的法律 弹劾以及罢免这些不该存在的 不该掌权的政治人物 但是同时 我们却不可以把重心放在这个世界 或者是政治权 或者是试图用政治的力量 来改变我们的社会 反而我们应该要把重心放在耶稣上面 我们要把重心放在我们孩子的教育上面 我们要把重心放在 使用我们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灵社 影响我们的教会 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无耻的 他们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 他们是一群认为2加2可以等于5 还有女人可以变成男人 然后男人可以怀孕 可以来月经的一群人 而且这些人掌控着我们的大公司 掌控着我们的媒体 教育 政府 现在甚至军队 我们唯一得胜的方式 就是建立好我们自己 建立好我们自己的家庭 而且帮助我们的社区 跟我们的教会 我们可以开公司 帮助其他的基督徒 如果说他们被左派开除的话 他们可以说 不用害怕 有一个跟我价值观相符的基督徒公司 可以使用我们这样的人才 我们不需要跟左派妥协 建立刚强的下一代 而且从基础当中建立基督的国度 三三宝训上面有一段是 连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听过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就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有求你的你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也就是说 我们遇到这样子不公义 我们是要去接受 这个样子的压迫 左脸转过来也由他打 外衣也由他夺去 但是耶稣在这边不只说 就是只要当个好好先生 什么都不做 让世界越来越烂就好 而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我们要变得更刚强 到什么程度 到他们再怎么打压我们 我们都可以刚强的继续传福音 用圣经的价值观 跟神的话当成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的目的是翻转时代 而且是以耶稣的方式来去翻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